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我看一眼 我爸爸给我看 我一把拽过来 我一看 我爸爸的这个小手指头没有 哎呀 我当时就在想啊 如果我不上学 我爸爸不会没有这个手指头 那一天我突然感觉到 我真的长大了 你现在在家里怎么当爸爸的 手要镂空的 有节奏的拍 而且立着 这孩子隔就会出了 他把你快点 他特别茫然 就是要到哪儿去 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音乐快递 我是小朋友们的月亮姐姐 我是月亮姐姐的好朋友 鲁玉哥哥 我也可以按你那笔回一下 我是太阳哥哥 我就画半圆 你就画一个人 月亮姐姐跟太阳哥哥的这个组合呢 已经替小朋友们 邀请了很多很多的音乐家 来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 没错 有古典的 有流行的 也有民族的 没错 那今天的这一位呢 还真是月亮姐姐 跟这个太阳哥哥的好朋友 我跟你说 她特别厉害 我们中央电视台啊 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那不是一般人能够登上那个比赛的舞台的 拿了大奖的 又都是现在灯红的大歌手 对 她就拿到过民族唱法的经验 而且我觉得 我了解到的这个好朋友 他不仅歌唱的好 人品也非常非常的好 他的歌声打动了亿万观众 他的故事也打动了每一个人 是 他唱的那个歌 父亲很多人听了都哭了 对 特别的感动 那今天呢 我们也把他请到了节目现场 跟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 来分享他的音乐梦想 掌声欢迎刘和刚 欢迎刘和刚 太阳哥哥 还有我是星星哥哥 这是公园里的星星 还是天上的星星啊 动物园里的 动物园里的星星 那这样 来了以后 先要把歌带给小朋友和大朋友 好不好 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有请 好 当兵在知道 当兵在知道 自己会怎么这样做 当兵在知道 健康会怎么这样做 当兵在知道 如果是什么 太幸福 但当兵才知道 好男儿 爱秀 就叫当兵 当兵才知道 过去的模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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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情开放 高高欢喜起传来 爱起传来 谢谢 谢谢 那昨天哪个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红梅赞》可以说是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首歌 我妈妈在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得了腰椎结合 在地上爬着两年 爬着做饭 为了让我二姐和我好好上学 在我妈妈最困难最难的时候 我妈妈的嘴里边 哼唱的就这首歌 《红梅赞》 我是听着我妈妈唱《红梅赞》这首歌 知道了有一部歌剧叫江姐 而且也是因为有江姐这部剧 我知道了有一个解放军艺术学院 是因为解放军艺术学院 我才有机会来到空正文工团 我知道我妈妈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但是在她的思想当中 就是为了这个家 她可以抛脱炉撒热血 我以前没孩子的时候 我没感受 现在有孩子的时候 我就注意特别多东西 你比如说 我就想 带着儿子去军事博物馆要看 我们的历史博物馆要看 当我们到某一个地方去演出 或者去旅游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参观当地的名称古迹 和文人大家的这个孤举 你去感受这个文化 文化要传承 精神也要传承 刚才何刚谈到了 他现在已经是升格当父亲了 他儿子非常可爱 两岁多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现场 大家想不想把小刘和刚请上场啊 来 来 掌声有请 你说 你说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谁啊 鸳鸯姊姊 对 人好 不这样 今天呢 你看刘和刚这个父子俩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个父子 要来现场呢 跟刘和刚的父子呢 一起来做个游戏 来我们有请 游戏吧 欢迎欢迎欢迎 来和刚加入他们的小队 这都是爸爸带着孩子来啊 怎么个玩法呢 月亮 你看刘和刚在部队呢 这个叠被子是非常有讲究的 我们今天呢 就给这四家人呢 准备四床被子 看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呢 把这被子叠得好 当然叠完之后 还要把这个被子呢 打好背包 给孩子背上 看哪个爸爸最先完成任务 一说完我就发现有一个爸爸冒汗了 估计在家从来没叠过被子 来 准备 开始 看 看 看 小不点 你快钻进去吧 我们可以先 可以看到速度最快的 有有有 那边都快弄好了 刘和刚 你快点 还得有模有样 不能 你们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我还没看明白呢 爸爸都已经开始打上背包了 刘和刚啊 你有点掉队呀 刘和刚啊 加油啊 哎呀 呦 还真的有挺不错的 快 带 带子 带子 加油 刘和刚 第一组关完成了啊 刘和刚 第一组关完成了啊 你呆过吗你啊 刘一阳已经看的眼里他自己都着急了挠头呢 刘一阳哥爸爸 我真汗颜 我不想让你找你这条老父亲了 爸爸 你快点 关键 我在想 如果用那个就算背包 好 我们已经有一个完成了 孩子都都在背上了 来 第二个完成了 来 完成的往前走啊 来来来 我们站成一盘 刘一阳小同学 他已经难过的离他父亲很远了 没有 他已经被别的事情所吸引了 你也不来 你也不来帮帮你爸 刘一阳 你也不来帮帮你爸 叠叠被子 帮了 帮了 好 我觉得刘和刚不是在叠被子 是在做一件艺术品 他做的是豆腐块 好了 来来来 怎么给你儿子背上呀 听我的口令啊 背背包的小朋友 向后转 检查一下这个背包 打得都挺不错的 这你没进过部队 你要进了部队 这能算不错 我跟你说 简直就是 虎脚蛮缠的一体 我觉得 能够让孩子背上就不容易 你知道 为了叠这个背 你知道这三个爸爸练了半天 真的 这没少练 所以今天我都没想到 在现场 我还没看明白 这队把人家全都给弄好了 来来来 宝贝们 你们抖一下秀 一个一个一个出场 给点音乐 像军人一样 点可乐 摆个造型 好 接下来该父子俩走秀了 何刚 带着衣 走 带着被子 他特别忙着 就是要到哪儿去 哎呀 这个当了爸爸之后 这不管从言语 还是眼神 那都充满了父爱 哎呀 那怎么办 哎呀 有了孩子之后 这一个孩子 给你们全家人 不知道带来多少快乐 哎 无限的 人啊 没有孩子 他说不知道 有了孩子以后 哎呀 才知道 你说当年的那个父亲啊 就是对我们那种爱 对我们的那种关心 真的是 不养儿 不知父母恩 没错 真的 刚才何刚讲了 妈妈那个腰不好 趴在地下给他做饭的故事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但是其实何刚今天能够走上歌唱这个道路 父亲在这个家庭当中 对他的影响更是巨大的 父爱如山啊 我小的时候吧 我们家有一个收音机 你们那时候听歌啊 只有在那里面能听到 没有电视 没有录音机 什么都没有 全家就那一个小匣子 收音机 我学的所有的作品 除了我妈妈教我的以外 都是在那里学的 突然间有一天 那个收音机里 讲到说 黑龙江省一校 松花江地区分校招生 我爸 带着我 就去考试了 到了一校 结果一天 诶 考完了 时间过了 忙过了给 怎么办呢 好不容易跑一趟 进城啊 那算是 进了大城市 我跟你们小的时候 去拜全县都很少 我爸爸呀 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但他执着 结果我爸就带着我去松花江地区文化局的门口 在那等着 第一天 第二天 在这个门口 拦下了一辆车 上面下来了一位 个高高的 瘦瘦的 领导 我爸爸说 这个是我的儿子 他想考松花江地区一校 我们来晚了 您能不能听一听 因为我们这一趟来 带了五百块钱 都快花没了 我们明天必须回去 如果再不回去 连车票都没有了 只求你给一次机会 听一听 行就行 不行 我们就不再来了 那领导 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里 又叫了两个副局长和一个科长 听了我唱歌 唱完这两首歌之后 那领导说 小伙子条件不错 我们这届招了这么多学生 你真的是南高音当中 很突出的一个 你这样吧 你回去 听我们的消息 如果有可能 我让你来上学 哎呀 后来 心里一暖呢 接到录取通知书了吗 到八月初的时候 终于有一天 我们的大队书记 跟我爸爸说 哎 哈尔滨来了一封信 好像是一个学校来了 当我拿到这封信 我不敢拆开 我妈妈说 我看吧 我妈妈一把揪过来 说儿子 你考上了 这是录取通知书 太感动了 我觉得爸爸的这种执着 就在那文化局门口 等着那辆车 车里的那个领导 决定了我的命运 决定了你的命运 但后来我知道 好像还碰到困难 就能上学了 但你家里面还是有困难 对 当拿到这个通知书以后 写着上学需要 七千多块钱 第二天早晨 起床之后 有一幕 让我的心 就像碎了一样 我看看我 起床之后 我看见我爸爸的 病角 花白 真的花白 我以前呢 我只听过这个词 一夜白头 一夜白头 当我看见我爸爸 头发花白了 我很坚定的 我说爸 我真的不上学了 没关系的 我真的不上 我妈说不行 我爸也说不行 儿子 你等我 下午回来 跟我说 钱借的差不多了 那一次 三十五十 十块二十块 连我们隔壁 那一个奶奶 七块多钱 卖鸡蛋的钱 都借给了我母亲 最后还剩五百块 没地方借了 我爸离开 我们那个村子 结果在进另外一个村口的时候 遇见了他的一个老乡 我爸说 何刚这不考上学了吗 该借的钱都借遍了 没地借了 还剩五百块钱 我只能问问他舅舅有没有了 然后这个 叔叔 大哥 你别去了 我兜里有三百多 我跟我的邻居去 再去借两百块钱 我跟你凑这五百块钱 这个叔叔真好 一路都碰到好人了 所以 当我 拿着这七千多块钱 上路 去上学的时候 父老乡亲 聚集在一起 送我到村口 就这样 我离开了村 上了学 九二年上学 九三年暑假回家 我来到村头 看我爸爸 拖拉机从对面过来 我看见我爸爸的 右手 带着一个白色的绷带 我说 爸 我说 你手怎么了 没事 拖拉机碰了一下 没关系 我一把拽过来 我一看 我爸爸的这个小手指都没有了 哎呀 我当时就在想啊 如果我不上学 我爸爸不会没有这个手指都 这个手指都没有了以后 更让我难过的是在后边 我问我妈 我说 我说我爸的手指怎么压掉 为什么不治呢 我妈低了低头 眼泪就下来了 我说 为什么妈 我说你爸去了 到医院看了一眼 医院说 你爸这手可以再生 可是需要三千多 我说你爸一听三千多 那肯定不能治 刚借了七千块钱 上哪弄那三千多 你爸爸回来之后 连麻药都没打 在咱们村里 让你张二爷 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军医 拿着一个酒精炉 烤着一个钢锯条 就生生的把我爸爸的手指都拉掉 这只是第一次 我一校四年 九六年放假回家 真的不敢想象的一幕出现了 我爸爸的左手 又一个绷带挂在这里 我看见我爸爸的时候 我都不敢想象 我说不会吧 像三年前一样 结果 拉过我爸爸的手 这个手指都又没了 他就是在玩命的给你挣钱 真的是玩命啊 起早贪黑的不休息 我一把把我爸爸抱在怀里 我爸爸的抽气声 真的像个孩子 那一天我突然感觉到 我真的长大了 我真的听到何刚的故事 我心里特别难过 可能我们今天在座的 好多小朋友 你们的爸爸没有这么苦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爸爸受的苦都不会告诉你 爸爸父爱如山呀 谢谢何刚今天给我们带来了 他跟父亲之间的这些小小的故事 真的是他一辈子的财富 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来说 也是一笔财富 因为我们懂得珍惜父爱和母爱 更懂得珍惜我们今天 最美好的生活 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请刘和刚 把这首父亲再次唱给大家 我们献给全天下的父亲 想想想你的背影 我该收了千人 扶摸你的双手 我盗了见心 不知不知不觉 一边交楼了百房 不声不响一眼角上 添了愁 我 我 你老父亲 我最太爱的人 人间的感觉有十分 你只尝了三分 这辈子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 我没有做够 要求你要下辈子 还做我的父亲 听听你的双手 我借过了自信 明望你的目光 我看到了爱心 又老又笑 你手里捧着笑 再哭再泪你脸上 我看着温馨 我的老父亲 我最太爱的人 生活的苦涩有三分 你却吃了十分 这辈子做你的儿女 我没有做够 要求你下辈子 还做我的父亲 我今早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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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那是三年以后生的我儿子 谢谢刘和刚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故事 此时此刻我们听 更会有不同的感受 反正刘和刚唱的时候 我会想到我的父亲 我相信每一个在听刘和刚演唱的观众 都会想到自己的父亲 没错 不如这样 今天你看刘和刚这父子俩 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父子 要来现场跟刘和刚的父子 一起来表演一个节目 我们来通过一些小视频 看看他们排练节目时期 那个爸爸不骂人 那个孩子不害怕 那个爸爸不骂人 爸爸什么呀 爸爸没有哭了 听得清楚 你再来一点 那个爸爸不骂人 那个孩子不害怕 那个爸爸不骂人 那个爸爸不骂人 那个孩子不害怕 哎呀 我好漂亮哦 谢谢大家 打起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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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演戏里哗啦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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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欢爸爸 欢爸爸 我有一个欢爸爸 那个爸爸不骂人 那个孩子不害怕 大师起来 马师爱 那不愧是好爸爸 哦 爸爸爸爸 爸爸 好爸爸 好爸爸 我有一个好 爸爸 刚才那个片子里面 这小可乐 教爸爸 是怎么也教不会 对 给儿子急的 所以请了妈妈 当外援吧 我跟你说 你们是真的一家人吗 是 这爸爸会洗衣服吗 一大堆 色彩斑斓的衣服 能在一起揉吗 会掉色的好不好 我觉得最后 打屁股那一块 他特别享受 打起屁股 就等着他妈妈再打他 最后再 表情特别好 按摩得真不错 然后那个 哎呦 立马那个表情就变了 就变成生气的那个样 特别可爱 最后受欺负的就是你衣服 爸爸 我能再给你提了意见吗 就你下次啊 演得像一点 就好拿个盆 没人家在地上 干搓那衣服 哎 小朋友说了 那叫干洗 对对 干洗 你们家平时爸爸干洗是吧 爸爸就是确实 也学不来这个歌是吧 对 学不来 但是我还是会打他的 啊 还是会打他的 很少打 很少打 我告诉你 因为我不听话的时候 特别少 我跟你说 我在这里跟天下的爸爸妈妈 说一句 你打孩子会遭到报复的 有一天 他报复你最佳的办法就是 他会打你的孙子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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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是窗 把马吃饭 远远的故乡在召唤 满载半世纪漂泊的沧桑 真好的床 回来九港 考港 考港 你爸爸还挺专业的 对啊 你看 你唱歌还挺有位置的 他会弹当琴 而且唱歌的感觉特别好 谢谢 谢谢老师这里 还挺棒的呢 我还知道个小秘密 女儿说说看 妈妈当时是怎么看上你爸爸的 没关注 没关注 没看见 她说没看见 你算说对了 这个回答肯定是准确的 让我告诉你爸 你妈当时就是因为你爸测会唱歌 才嫁给你爸的 不信你问你爸是不是 是吗 差不多吧 爱音乐的男人就是有辈子 对 好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这可爱的妇女二人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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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谢谢你 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 多想和从前一样 见你我感受着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 托请佛上去摆抗 时光时光满街吧 不要再让你别牢狼 我愿用我一切换你随人潮流 一生要家的妈妈 我能为你创建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系收下吧 谢谢你做的一切 双手撑起我们的家 总是解决所有把最好的给我 我是你的酒吗 还在为我耐心吗 一切换的孩子 长大了 刘布刘布 刘布刘布 太出其不意了 您刚才练习都是完全不是这个水准 对 一上台唱这么好 爸爸唱得真不赖 真不错 真不错 不明则已 一明惊人 就是 谢谢 谢谢余伯跟他的爸爸 谢谢你们 真的很棒 一看就知道他要跟他爸上台表演了 你别喊了 你唱歌好不好 唱好了 那火车能拿回家好 听说你会唱那个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最后还有动作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告诉你们强调一下 不过 说句实话 2岁的小孩能唱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了 你不让他唱的时候 他就要唱了 对 我们再次把前面那三个家庭 也请上场 我们给他们发礼物啊 不白唱 鼓励鼓励 欢迎欢迎欢迎 谢谢 每对父子都有礼物 来小姑娘 一阳你的礼物 过来到这来 他妈妈刚才告诉我了 说他儿子就喜欢盒子 真的 好 也希望每一个爸爸 都能够伴随孩子们 健康快乐的成长 再次感谢台上的 可爱的这四位父亲啊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不管多忙都要陪陪孩子 哎呀 这个当了爸爸之后啊 这不管从言语啊 还是眼神 那都充满了父爱啊 哎呀那怎么办 你现在在家里 怎么当爸爸的 是忙的顾不上他呢 还是真的会拿出很多的时间 跟儿子在一起 其实在之前 在2014年3月15号之前 除了演出以外 我会把很多的时间 放在照顾我儿子身上 你包括我爱人 生孩子的时候 我是陪他生的 在进产房 而且生出来之后 我儿子是我抱出来的 包括我儿子的旗带 是我剪的 包括我儿子后来 包括喂奶 包被子 我就很熟练的 我考一下 我考一下 儿子吃饱了奶 怎么拍格啊 格呢 首先你要用手 拖着他的屁股 然后另一只手 扶着他的腰和背 这个位置 这样 扶起来之后 你看这个话筒吧 这样扶起来 然后这样 把这块呢 要垫一块毛巾 然后把儿子头 放在这 手 这个位置 手要镂空的 然后拍 这样 拍他的腹背 有节奏的拍 而且立着 这孩子 格就会出来 对 一直到儿子 打出了一个格 结束 你们俩这个当爹的 看来就有这个经历 你看 他考我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会肯定 对 这个真的很管用 你一考就知道 这爸爸称职不称职 关键就是说 这个丈夫当的好不好 爸爸称职不称职 咱俩不能判断 说了也不算 也是 今天刘和刚的爱人 我们也请到了现场 我们有请赞扬 有请 你好你好 赞扬 滴妹好 滴妹好 滴妹 她比我小 我每次看到他们俩 我们觉得特别般配 我也认识赞扬好多年了 就特别喜欢他 那时候他在学校 还当那个音乐老师 带着小朋友们 一起表演节目 我当时还说 这姑娘真不错 我就说 你有对项目 我给你介绍一个 后来再过了一两年 见到刘和刚 刘和刚说 听说你要给我媳妇介绍 这个我真听说了 而且我很冲动 他们两个人的结合 包括刘和刚身上的 跟一个数字特别有关系 刘和刚自己说说 跟数字 三 跟数字三 特别有缘分 我们俩是 认识三个月 零三天 领的证 三个月零三天 闪婚 闪婚 而且呢 是三年以后 生的我儿子 又谈了三年恋爱 我的车 号都是三 结婚那年你 包括我结婚那年 我三十三 三十三 而且呢 我们家房子都是三 门牌号 看来对三十字字 但是密码 银行密码我不能告你 不用告诉了 我们都知道了 三三三三三三 对 三个六 又不三 对 跟三真是有缘 有缘 对 那赞扬的眼里 觉得刘和刚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 做事非常认真 然后对家里的人 也很细心 照顾得很周到的一个人 刚才考他那个给孩子拍格了 他在家里对孩子怎么样 管孩子吗 他就是严厉的时候 非常严厉 也打过孩子 打完我儿子之后 我哭的比他还凶 你心同样 他是特感性的人 就没办法 他特别逃的时候吧 就有的时候忍不住 我幼母啊 跟我们一起住 然后帮我们看着孩子 他突然有一天 抓着他老的头发 就啪啪啪 打他老的头 我一再上火了 不能这样 这个不行 我觉得这个得要告诉他 那老人是不能打的 因为你现在两岁多吧 你不说他不懂 这也是对 你说他懂 他有些东西 这个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他不是可能是打的概念 他以为在跟他玩 他可能是在玩 玩 对 但是呢 我幼母很尴尬 我当然生气了 我啪把他转过来 我照屁 我啪啪啪 他哭了 打完他哭了之后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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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你说真没错 我幼母这么多说 打我打的好 别打了 真的这种感觉 但我觉得刚才刘和刚说的 那个小孩打老人 那个事情 我还是比较赞成 刘和刚的做法的 因为我们经常 父母会说 他还不懂 你不要着急 他不是他不懂 你就是要教育他 要告诉他 一次两次 多次的跟他沟通 其实孩子是能够听明白 能听明白 刘和刚今天给我们讲述了 他追求音乐梦想的之路上面的很多很多的故事 现在也找到了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个伴侣 就是我们的湛阳 那湛阳跟刘和刚在一起呢 他也有一首歌 正好唱出他的心声 据说这歌还刘和刚给写的 是一个生日礼物 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歌 然后他也知道我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遗憾 所以就去年 前年 前年 那好 我们就见证他们之间的爱情吧 一路阳光 有请 天蓝水绿 风静云淡 伴你一路心情欢唱 欢笑飞扬 风光 深色 陪你一路鸟语 花响 心色称之则勇 笔则就天则传 如翻轮 深深深茫茫茫人海 明天 你一路阳光 一路阳光 你一路阳光 你一路阳光 替你吹 depan 你一路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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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爱情天地 一路阳光 祝福的一路阳光 祝福的一路阳光 谢谢何刚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一个歌唱家 他唱的歌是有内容的 是有生命力 有血液的 就刚才在他讲的故事当中 在打动着我们 当然我也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 加风的传承 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有请何刚跟湛阳 一起合作一首歌曲 那就是《中华好加风》 有请 你也这样说 我也这样说 没有好加风 日子大风火 我也这样说 你也这样说 只过如指甲 指甲如指甲 爱国如爱家 爱家如爱国 阿燕将尽其身 我将正经合 家风连国风 国风行家风 阿燕一粒之心 千年传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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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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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燕